世衛說,新型肺炎疫情不會很快完結,並關注部分國家疫情可能被低估 世衛說非常關注疫情影響各項衛生服務,特別是對兒童的影響 部分國家因應疫情關閉邊境,令到最少21個國家缺乏針對其他疾病的疫苗 世衛會與各國合作並提供支援